虽然大陆富起来 现在艺术拍卖市场也跟着活络了起来 尤其近代中国艺术家 这身价更是水涨船高 也包括了徐飞红 在去年他的一幅油画 人体奖币威就以人民币7280万 大约折合于新台币是3.1亿的价格卖出 那么日前呢 确实被提报说 30年前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实习作品 在大陆现在可以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徐飞红的大博人 即使写下 3千5万 近年来徐飞红的画作 屡屡刷新个人作品的拍卖记录 现在却被提报 他这一幅价值3.1亿台币的油画作品 人体奖币威 根本不是出自大师之手 包括科学人币威 法式 形象 动作 机制 包括科学人的布置 你看这些 当然你会有一个课题 包括这个杨教授在内几个大陆中央美术学院研修班的学生联合声称这是30年前他们学生实习的习作 甚至提出五福与拍出天价的人体奖并为类似画作作为证明 写生的角度不一样 但是模特儿的这个无论是从他的体态姿势还是从他的形象来看明显都是同一人 这下可真是球大了 因为去年六月拍卖油画时还附上徐悲鸿长子徐柏阳的背书 是儿子认不出老爸的真机还是里头有什么商业勾当 这话的真假恐怕得好好验个清楚给个交代 整天新闻综合报道 好